在刚刚落幕的第25届东方风云榜 第一次以新人姿态参与的张艺兴呢 在开场就拿下了三项大奖 可以说是又惊又喜 在领奖前的一个小时呢 我们是独家专访了她 看看这个时候的张艺兴是什么状态 获得年度受欢迎男歌手 年度专辑 年度制作人 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张艺兴 掌声有请 一开场就斩获三项大奖 看看张艺兴这惊讶的表情 就知道她有多意外了 毕竟在开场前 她满脑子想的还是表演的事 不知道 脑子没想那些东西 只想着就是舞台怎么能够展现好 对对对 昨天晚上确实拍得有点晚 玩笑节目应该还行吧 还行吧 反正希望不亏对这份幸运 前续有礼的张艺兴还不忘开启 满场非打招呼模式 在开场前真是一刻没闲着 当然我一会就去跟她打招呼 现在暂时不想动 想稍微歇会儿 歇会儿完以后就上去 因为我是把这一层楼的 全被打招呼都打完招呼完了 然后一会儿就上楼 去跟楼上的全被打招呼 凭借个人第二张专辑SHIP 张艺兴收获了三项大奖 既是鼓励也是压力 目前在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她 还邀约了国外音乐人 艾兰沃克合作 在音乐风格趋向国际化的同时 张艺兴依然不忘融入中国元素 对最近准备第三台的音乐专辑 因为自己在做 做很多音乐 然后得拿着有点乱 有一首歌叫麻婆豆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点喜欢吃麻婆豆腐 然后二一个就是得换了个菜 但是还有就是 因为用了很多中国元素的乐器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 但是还是没有 就是失去掉那个 强有力的beat 说到音乐 张艺兴总是热情满满 对音乐的热爱可见一般 但同时她还有一个演员身份 不容忽视 这既要忙着拍戏 又要准备新专辑 我说一星同学 你怎么忙得过来呀 就是别人问我 音乐跟影视 对我来说 音乐是水 影视是可乐 水是不能 必不可 必不可少的呀 人类生活 对啊 就是我就是 我的音乐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只要跟音乐相关的 所有东西都是 我就是 特别要求 特别苛刻 自从跨界做演员之后 张艺兴的影视作品 也是源源不断 最近她就忙着拍摄电视剧 黄金桶和大名黄飞 孙若微转 前者她独挑大梁 单纲男主角 后者搭档前辈汤薇 让她授意肥剑 没有 我已经跟薇姐拍了几场戏了 我觉得汤薇姐特别美 特别 也特别可爱 然后演的也特别 就特别稳重啊 然后词特别多 汤薇姐的词特别多 她就是非常流利的 背出所有的词 就很尊敬 马上今年暑假 张艺兴会有一部电影 跟大家见面 就是黄渤的导演处女秀 在拍摄过程中 她更是耳濡目染了 黄渤作为演员的专业素质 遇到一些事情嘛 所以她要表现那个形式 就是她表现那个 有多大的 就要让大家看到这个 画面的时候 是非常的绝望的 哇 她那一下真的是 把我给吓到了 我的天 那是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我想去扶她 她在演戏 她在演戏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她是导演嘛 跟汤薇学习台词功力 向黄渤透视表演精髓 作为飞蛤般出身的演员 张艺兴甚至先天不足 后天努力 向优秀的前辈演员 努力靠起 菜鸟菜鸟 小白小白小白 你说这个学东西 我就是没别的 我就喜欢复制 我就会去看别的演员 和前辈们 怎么去做他们的表演 然后我觉得 那个表演是我 都被就是 吸引到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学习 她那个表演方式 文娱新天地 上海独家财宝宝等